字幕提供 我想教育要用一輩子來看 在身體教育這件事情上 它真的是一輩子的事情 都來了沒 來了嗎 這裡 這樣 這樣就要快嗎 我等一下補出還要那個 還有兩隻 還要轉關閃進來喔 等一下再一次喔 最後一半 你流通要不要再走一次 要喔 好 這真的還好現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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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四歲就在雲門上課 到現在我十九歲 我已經上了十五年 好像台北醫學大學 雅庭技術學系 這可能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 就是來雲門 然後固定每個禮拜 然後一個時段抽出來 然後來 就是活動身體 進入一個 跟平常不一樣的狀態 你彈起來 隔了你的腳底跟地板 沒關係 加上呼吸 三 三 再一次吐氣 上海浪 往前 隔 吐氣 雅庭 再一次 可能已經變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下樓 下樓 白表情還下樓 然後就可以暫時先放下身邊的一些 煩惱 一些壓力吧 然後就可以先暫時放下來 然後先 就是進入一個 放鬆的狀態 有很多的第一次都在這個年齡 那個情鬥初開的年齡 誰 開啦 很多的人 幹嘛出去 或者是說 對於很多人生未來的問題 他可能這個時候也會開始慢慢的浮現 想像你的手要像畫一樣 欸行 欸 畫滿整個教室 甚至是 超出教室的年齡 透過一種身體跟心靈 一起在舞動 或者說 一起在發洩的一個方式 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是一個群體互動的 一個學習 那你有很多的機會 是要必須跟你的同才 那這個年紀其實是喜歡跟朋友在一起的 然後勝過於跟家人 所以他可以跟他的同伴合作 分享 透過身體 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來跟別人互動 或來跟自己對話 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其實有兩件啊 這件是最早從少女衣就開始穿的衣服 就是上課就是穿適合運動的衣服 我小時候就覺得到底在做什麼 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閉著眼睛 然後等老師說 現在眼睛可以張開來 然後可能就是 那個時候其實是你坐在那邊 然後你的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就是好老師叫我眼睛閉起來 然後我就閉起來 後來其實就是會發現啊 你在靜坐的時候 你的思緒其實就是 是很多一次這樣湧上來 然後甚至其實是很混亂的 你真的腦袋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長大一點之後 就有點變成像是在跟自己在對話 那更大一點 就會發現 我覺得 就是小時候不懂的這個過程 你要想辦法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那個心定下來 就是 你腦袋裡面那麼那麼多的思緒 那你要讓它安靜下來 你剛剛安靜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感覺 那有一個小女孩舉手 她就說 好像晚上一樣 那結果 那另外一個小男孩就舉手說 我我我我我我 結果那男孩子就說 我聽到心跳的水流 你如何讓一個人 既能動 又能靜 那他可以收放自如 一 二 三 要去打到別人很簡單 但是要怎麼樣把拳頭握過來 回去面對自己 這是個很難的東西 專注是專注 第一個注意就是分注 一下 你要關照到你的頭 你的手 你的腳 還是一直動 也很想引起其他注意 如果你能注意 跟專注跟分注 同時的話 你以後跟別人互動就會更好 看側面 看側面 你腳要站立 今天腳要站立這樣 在練功的時候 你要先把自己的心靜下來 我們可以 站好再打拳 不然不站好不打拳 走 走 就像武術課他可能會講一些道理 然後其實可以印證在生活上面 也是相通的 我覺得小時候應該都不會感覺到吧 可能要到 然後到國中 然後高中 然後現在 大學 就是可能 感受的東西 就是比較深層 你覺得你有學到 什麼 就除了動身體以外 他可能也會帶一些 道理出來 好的選手 好的舞者 會希望能夠也找到一個老師 也希望能夠找到一個環境 很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同儕 是可以不斷的往前衝刺 往前大步邁進的 我想身體是一種很渴望的東西 他渴望追求有更多的可能 更多的極限 當他的學習到了一個階段以後 他的身體會渴望說 我還要 還有什麼 我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可能的展現 我們希望能夠展現的 還是他自己內在的情感 跟他的感受 讓他學會 如何去使用他的身體 如何去觀照他的身體 如何去專注在每一塊肌肉的使用 每一個呼吸 高海浪 高海浪 高高海浪 真有趣 提開了 我覺得雲門是一個 還蠻能給我安全感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裡的安全感是指 因為大家都從好就認識了 所以沒有那麼多你在外面那個世界 可能會有的包袱 那所以是一個很自在 你可以跟大家談 就是什麼事情都可以講的地方 謝謝 這邊來幫你速度上好 吃 哇 你在裡面的時候呢 你要把它變成一隻 小眼 小眼 對啊 牠還挺好咧 牠還可以再往放 那我們再來一次幫牠 吃魔法好準備 請開始 現在好像很多人覺得安全環節就是一種依賴 就是你什麼事情都可以靠它 就是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就是 對我來說它的定義應該就是 就是真的是很自在 我們大家都很優秀因為我們都很認真 因為我很認真的去學 認真去上課 我們都盡量不區列課喔 當你運動你需要呼吸 那呼吸一定會帶氧量 帶氧量到你的血液裡面 其實它的循環就會開啟你身體所有的一切 讓你的每一個細胞慢慢的打開來 相對的他的心情也會變好 當他的心情打開他的心門就會打開 就可以接納更多的朋友 1 5 5 6 7 走下一個動作 8 5 6 7 7 因為就是有一種來放鬆跟學習的心態 所以我不是專業所以我錯本的就是應該這樣 因為老師會講我們要聽音樂然後融入音樂 然後享受在當下跳舞的快樂 讓自己真的忘掉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壓力 因為其實有時候有一些 剛剛講的情緒其實你自己可能也沒有意識到 甚至或是你不願意去承認 那你在跳舞的這個過程中 感覺起來好像現在很開心 可是事實上你其實是心情其實是不好的 可是如果是你是在跳舞的話 這些其實是都會表現出來的 肢體在呈現上面就是非常刺濡的一件事 你隱瞞不了什麼東西 也是間接的一種認識自己 就是人就不能一直是緊繃的狀態 就是你有時候也要放鬆 然後再回覆緊繃的狀態 這樣你才能就是可以承受更多 就是還可以壓得更緊這樣 就是你要有鬆然後你才能壓得更緊 有收放自如的感覺吧 就是該動的時候動 該靜的時候靜 不是你跟忠祐在那邊嗎 我可以還是幫你壓 就我們先跟排練的一樣 不要講 先跟排練看排練再說 現在有能力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呢 要怎麼樣讓有能力的孩子 最後變成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我想透過團體互動的學習 可以讓他們發現 如何跟別人互動 如何跟別人溝通 就是把很多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 然後發揮每一個人的所長 如果從小開始就有這樣子的一個練習 我相信到了未來到了社會上 每一個孩子呢都可以變成一個有能力 而且是有影響力的人 這個平衡不只是身體的平衡 而是身心的平衡 讓你感覺到你的身體作為一個大的世界 可以開發 可以無限大 可以鬆弛 更可以警覺 因為我們尊重了我們的身體 我們也開始尊重到別人的身體 而我們常常是跟別人來相處 來共用一個空間 如何在一個相處的空間裡頭 仍然保持自己的完整 保持跟自己明晰的對話 我想教育要用一輩子來看 那特別在身體教育這件事情上 它真的是一輩子的事情 那有人曾經問過說 原本教室15年了 它跟15年前可能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想沒有太多的不一樣 可是我們必須說 當年一開始的時候 或許我們在想像說 透過身體怎麼讓生活動一動 後來我們也曾經想過 身體學會的誰也拿不走 那今天確實我們在15年後 在這些孩子的身體上面 我們開始看到 每一個孩子長出自己的樣子 那這個自己的樣子 或許就是教育值得被想像的一個 最棒的一件事情 舞蹈教師 舞蹈教師 讓大家健康快樂成長 舞蹈教師 給大家一個可以用一輩子的財富 那就是自己的身體 以及跟自己身體 充分溝通的能力 以及跟自己身體 充分溝通的能力 我們在一起的 我們都是綠色的 對 對 我有特別搭配你們 而且還很一樣 我每次都會 然後搭配你們這樣 我其實剛剛還蠻想跳竹竿 我們在三場 等一下… 再一下… 我們來… 可是剛剛沒有人騎我上去跳竹竿 我們踩到… 我們踩到… 我踩到會被那個夾到 沒有了… 不要怎麼辦 我踩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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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我們一顆… 我踩到可以走 想要跳得下 其實教育這件事情是一種互動 教育不是有一個人在告訴別人正確的答案 教育是這樣子一種美麗的互動的過程 那因為這樣相互的刺激 所以我們都可以把生命中最漂亮跟美麗的那一面展現出來 天地全會的誰也能不走 MING PAO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